好,在開始前,上次上到這邊 上次因為我們這個版書稍微寫完下一頁底底下 所以可以去旁邊看 那因為剩下五分鐘,很快的把下面在簡單的主構書裡面 讓大家介紹一下 好,那我們在搖換裡頭呢 我們有提到說我們的這個組織提拉本已經分布 OK 我們上次呢,從這個配品的分布出發 然後呢,我們去想要知道說 這個組織提拉,他給出的這個記憶是什麼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的配品值在每個人太能所佔的比率是多少 那我們從這邊出發 那我們考慮的呢,我們的分布是介於高一之間 那,在這個統計分布,我們在最早最早 第一次介紹這個統計分布,我們要告訴你說 假設你1-1-1的話呢,那個畫出來的線稿會在一半的地方 那我們上次去算這個公司的時候呢 沒有方法呢,我們就先去定義一個統計分布 比如說,因為我們浮零的時候,那浮零就表明溫度是絕對贏度的時候 OK 好,那這個樣子我們兩個東西自為Fermy Energy 那這個很重要,因為我們今天還要講一個叫Fermy Level 那Fermy Level一般來說,跟Fermy Energy呢 它的這個定義呢,它兩個東西其實有點差距的 兩個是稍微有點不同的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時候呢,這兩個東西的屬於非常涼爛接近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會把它視為相同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視為相同,所以大家才會找混它 好,所以呢,這個我們考慮的問題呢 之前考慮的問題是,溫度在0度C的時候呢 0K的時候呢,它的這個VF的長相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去做一些這些推打 那當然這個上次也告訴你說 你剛這個,在絕對0度的時候 IPSO小於這個,這個μOptin的時候 就0KmOptin的時候 或是說Fermy Energy的時候呢 你能統計分譜能佔有1% 那大於的時候呢,就是0 在絕對0度的時候 所以它就是一個什麼? State Function 對不對,它分譜就是一個State Function 好,那所以呢,這個上次的考慮 所以這樣所有的例子就是 處在最低能界,一直分布 每個能界都佔來 因為光力度上都是原理啊,對不對 你每個能界都只能佔一顆 一直佔到哪裡呢? 佔到你的能量剛好 你費美能界的時候 Optin,超過費美能界的時候呢 就都是0 只是在絕對無數的時候的現象 所以長相就長不這個樣子 好,所以呢這樣的情況呢 它的State就等於0 它也符合熱地學定律 OK 好,這是我們上次有講的啦 那怎麼樣去把這個MuO0的把它求出來呢? 因為它跟溫度無關 可以明明知道是0的 那怎麼跟M跟V有關呢? 上面去推 那我們透過這個SpinOut跟G1的這個系統 去計算這個分別能均 那就把這個G1的整個去做運算 好,那細節率總也不多了啦 那總之呢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例子入手的這個限制條件 去計算出我們的這個 特別Energy 所以這樣一個限制條件 可以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這個統計分布呢 最後呢 我們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積分 就點精準的值來 那這個值呢 我們可以做一點 一下 就可以得到這個 因為我們0是N bar 0 bar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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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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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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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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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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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把他畫成一模一樣 這裡頭係數是你們剛剛寫其實是2.612嘛 那背影呢就是1.504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我們先下課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來講不是絕對零度時候的